星盘中如果有两组互乘180度的星体向位垂直相交后 形成四颗星体之间两两互乘90度的向位关系 则称之为大十字格局 拥有此格局的人只会产生两种结果 要么是名利双收的超级权贵 要么成为生活中不断遭遇各种艰难险阻的落魄者 很多成功人士和名人都拥有这个配置 很多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 也拥有这个配置 但要搞明白这两种人在配置上的区别 首先要搞明白这个向位的底层逻辑 拥有大十字格局的四颗星体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这四颗星体 要么落在摩羯白羊巨蟹天成这样的开创形状 要么落在双子射手双鱼处女这样的变动形状 要么落在金流水平狮子天蝎这样的固定形状 其中拥有开创大十字的人最大的特点是 敢于尝试新鲜的事物勇于创新 比如喜欢去挑战别人没有做过的生意 明明在一个行业已经有了非常不错的发展 却偏偏要进军另外一个陌生的行业 拥有这个配置的人往往是某个行业的创立者 或者是开仙河的那个人 他们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人生经历非常的丰富 不满足于现状 而缺点就是缺乏耐力遇到阻力的时候 总是想着跨界去寻找解药 拥有固定大十字的人特点是坚守和持字以恒 如果是企业招工 招到这样的员工往往是最靠谱的 他们通常都会愿意和所在的企业一起经历风雨见证彩虹 但最大的问题就是守旧 比如明明自己所在的公司已经濒临破产 也不愿意离去 明明所在的行业已经是西洋产业 也不愿意转行 另外还有一个变动大十字 拥有这个配置的人其实是最适合做资源整合的 他们自己虽然没有什么创造力 但特别善于将别人的东西进行二次改版后 形成自己的东西 这种人在互联网时代是活得最轻松的 也容易出跨界整合的装才 但弱点就是缺乏自我决策力 习惯性装控制 容易受环境和他人的影响善变 对于大十字的配置是四颗心理之间形成不同角度的行冲关系 所以无论以上哪种大十字的配置 都会令盘阻这一生 无论是在事业还是在情感方面都活得不清楚 会面对各种艰难形成 但人生就是这样 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 成大势者也必先劳其筋骨恶其体肤 这也不难你会发现 很多超级富豪和名人的星盘中 都拥有大十字的配置 但如果你正在学习占星学 要记住 不是所有的星盘中拥有大十字格局的人 都一定会成功 很多人的星盘中都拥有大十字的格局 但终其一生都过得非常惨烈 所以你不能够看到身边的人有这种格局 就给人家打鸡血 让人家瞎折腾 如何从星盘中看出这两种人群之间的差异 其实和一个叫接纳和护龙的概念有很大的关系 谢谢大家